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對嚴峻的疫情 不少賽事都要作出改變來抗疫 而網球團也正是經歷著一個生態的大考驗 原定5月舉行的法網將會延期到9月 溫布頓亦都已經宣佈取消 本身8月底至9月初打的美網 道理一刻都未有新的定案 泥草硬三地來一個大鬥轉 不知一班網球手又會怎樣去克服呢 Hello 歡迎收看《非常體育》 今集有我的機會仔劉家瑋 我旁邊也有Ellen、錢偉文 還有Elena、梁詠儒在這裡 你們好 歡迎你們 其實受著疫情的影響 很多賽事都取消或延期 上次跟大家說過 籃球或足球方面的消息 今次見到我們幾位網球評事員都在這裡 所以就要講講網球方面的消息 網球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賽程安排需要進行改變 溫布頓已經宣佈取消 而法網由5月份改到9月份進行 球員和教練都是為了備戰要考慮 對 他們備戰當然很忙 還有 未來如果他們可以打比賽的話 到時他們的行程就非常緊密 所以一班球手和教練團 我想現在頭都大了 究竟怎樣可以幫他們盡快恢復體力 沒錯 事不宜遲 馬上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2020網球坦賽期大兜亂的話題 首先要和大家看看 傳統四大滿貫的賽期 1、2月就是一些硬地的賽事 在澳洲網球公開賽都有份上演 地方就是麥爾本 然後到5、6月就有法國網球公開賽 屬於泥地的比賽在巴黎上演 接下來就輪到草地的賽事 到6月至7月就會有一場溫布頓網球錦標賽 在英國倫敦上演 而最後就是美國網球公開賽 屬於一場硬地的比賽 在8至9月上演 地方就是紐約的 說到這四大滿貫 或者一直以來的賽期 都要問問兩位 其實為何會有這麼持之而行的賽期 原因又會在哪裏 其實在近代我們這個網球比賽 都已經有這樣的安排 之前就是硬地 接著一直到5、6月的時候就是黎地 因為都是歐洲的天氣 比較適合打這個泥地的賽事 之後就再去到草地 草地的時間也是稍微短一點 一個月左右 之後就要打美國公開賽 所以之前亦都有一系列硬地的比賽 就是去準備美國公開賽 加上亦都有不同地方 適逢國慶日子就回到其中 但也要問現在的賽期大兜亂 Alan又覺得球手的影響會在哪裏 看到現在草地的賽事取消了 另外就溫某也取消了 接下來假設復賽 7月中有些泥地硬地的賽事夾閘 接著打完美網 沒甚麼熱身賽 又打一個就是發望的賽事加策位 怎樣影響 其實原本球員和教練可以按著這個賽櫃去進行訓練 但現在就好像你說混亂了 都不知道是準備哪一個場地 另外我們假如美網 九月是開到球 即八月、九月開到球 即是現在要準備硬地的技術 打法和這個步伐 但完了美網兩星期內就要打另一個大門冠 而中間還要是沒有泥地熱身賽 500分、1000分都是沒有的 其實就算是拿到 泥地專家都是很難被戰的 講一下發望 他就搶責 他沒有跟其他人去討論 其實大門冠有一個叫做大門冠委員會 四大門冠加上國際網聯 他們應該是一起去共同做一個決定 誰知道發望就自己說 我們改去九月 其實九月是撞了這個亞洲賽季 北京、上海那一輪都會被受影響 還有就算是拿豆這個泥地好手 他都未試過九月份這麼冷的天氣 在這個紅土壯上打 那個紅土的濕潤、硬度和彈性 其實都沒有人知道是怎樣的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這麼多的賽程改變了 是電視轉播、很多的贊助商 很多本地的活動 好像剛才說 澳洲、中國、美國都有國慶 作為整個月有很多節慶 現在都錯了 變成沒有那麼多假期 我想入場人數都會被受影響 我真的牽一發動全身 很大影響 我先說完了 避戰方面 大家都很頭痛 怎樣選擇 但這個時候都要想想 正面一點 比賽假設真的能夠成功復賽 球手這個時候都要想想 現在都是四月尾左右 一個突如期內的一個大假期 究竟是怎樣得到一個充分休息 又怎樣跟一個訓練間的平衡 而不同年紀的球員 在這個避戰方面 怎樣避免detraining 這個局面 又有什麼改變 又或者調整 這個突如期內的放假 對米特娜就最好 因為他在澳望之後做了一個小手術 現在有足夠三、四個月的時間 給他看火 對他應該是沒有影響 對於積分和他的表現都會沒有影響 另外其實有很多球手 是沒有辦法去到球場練球的 有些要進行家居隔離 有些就是可以 好像拿到這樣 有自己的網球效就可以去練球 或者有些球手 自己在後花園都練到球 對,那講開 就是球手可以在後花園練球 當然外國的球手 他們就開心一點 因為房子大 好像之前美國球手馬力申思 他家裡就很夠大 可以在後花園游一下水 可以在後花園練球 跟著練球 跟著簡直就是有一個 Mini的Tennis Court 他們有空自己都可以做一些練習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有健身 平時一班的網球手 可以健身 還有練球 剛好他這間屋 所有的設施都相當齊全 所以對於馬力申思來說 相信他的影響就不是很大 所以你說如果球手家裡夠大 要隔離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就不是每個球手都能夠做到 但當然了 這個時候 球民都可能會關心 兩位會怎樣看 接下來賽事 假如是復賽之後 會不會有些年紀比較大些的球星們 或者球員 在這個時候突然之間會退下來 我覺得有機會 剛才我們也有提到 就是費達達 年紀相對是大些 可能他今年都設定了一些目標 但是今年突然間打斷了他的計劃 可能要去到下一年 他才能設定一些目標 才可以去到 所以對於一班年紀大的球手來講 就相對他們的呼伏能力 就沒有那麼快 可以 但是年輕的那些球手 他們其實 很快 相信他們自己 現在可以在家裡 都可以做多些練習 剛才也有說到 就是球手有機會 即是推下來的問題 就是我自己就忽發其想 補分那方面又怎樣 就是網球賽事好 補分補排名 接下來可能真的大兜亂 因為暫時球賽就停了 所以現在所有排名和分數是凍結 其實這也是一個討論 因為早高的今年之內 原本有機會可以追過費達達的紀錄 現在所有事情都暫停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網球壇大家都在討論 這件事是怎樣安排 也是相當大的一個話題 當然這個時候 其實也要跟大家講講另一個話題 因為很多球迷當然要正面地看 像我剛才所講的 希望比賽能夠馬上可以復賽 但復賽就不是只看球員 何時去訓練或備誌 即是很想看他們真正能夠落到球場比賽 因為有些紀錄 就是屬於某幾位球員才能夠比拼得到 當中好幾位球星 他們有一些紀錄上的真詞 可以說是相當之激烈 一齊和大家看看吧 賽事被迫停擺 相信所有網球手都會天天想著 重返球場會是何時 但最心急如焚的莫過於一個早高域 嫁引這位塞爾維亞籍的球手 和瑞士天王輝特拿的成就對決 一向都是網球迷關注的熱話 而後者目前在大滿冠的錦標次數方面 都依然有少少優勢 隨著今年的球歸復賽無期 兩位網壇梟雄之爭 亦都陷入了僵詞的局面 現時看到早高域在大滿冠的數字 其實只有17個 而廢天王、廢達拿就有20個 亦都因應今季一個溫網賽事 取消變相肯定 早高域今季無法在大滿冠的 冠軍數字方面超越廢天王 這時候都要問問兩位 其實現在疫情出現 再加上又有新星湧現 其實早高域想在大滿冠軍數字方面 超越廢天王這個可行性之怕來有多大呢? 其實如果今年 原本是按著時間別進行比賽 應該今年就會超越了 年初拿了奧網 然後連續拿多了冠軍 一開季就18場全勝 始終有一段時間休息 廢達拿可能狀態也會恢復 所以如果今年真的要再打大滿冠 我相信都還有機會 還有,不要忘記中間做的拿渡 因為有19個大滿冠 除了兩位的球星之外 因為其實有很多新星都應該有實力 在各族大滿冠 對,講到新星 其實又要數回天武 是一些大滿冠的賽事 兩次就拿了亞軍 差一點才得到冠軍 另外有麥維迪夫 亦都入過大滿冠的決賽 還有士師帕斯 在去年的年中賽 都拿了冠軍 所以其實一班新星 我覺得現在湧上來了 這個疫情 對於一班年輕球手 可能會有少許幫助 剛才提到大滿冠的賽事 其實除了大滿冠的比賽 個人都很想講講奧運方面 其實今年的東京奧運 需要延期都是相當可惜 但對於廢達拿來講 可能更加可惜 因為作為銀滿冠的他 其實看回數字 下年就已經40歲了 早高的下年年紀都開始大一點 其實兩位球手有沒有機會 達成到金滿冠 雖然拿到就做到 但他們一位就銀滿冠 一位就銅滿冠 如果說早高力 很想追過費特拿所有紀錄 一定是要取得奧運金牌 去到明年才打 費特拿年紀真的比較大一些 機會比今年也要低一些 如果今年打到 其實早高力的機會 都是比其他所有人要高的 所以除了一看他兩位 其實拿到都是很厲害的 始終是東京打硬地 都有很多球手都很厲害 這個時候都要想問問 其實有奧運年和沒有奧運年 網球界的一班選手 怎樣備戰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一般來說 有奧運年 會溫布頓稍為早一點開始 而在美網之前的二生初 就遲一點開始 今年暫時大部分的比賽都取消了 所以明年只會將奧運年 那種比較擠迫的賽程 重新鋪排一次 但當然作為球迷最擔心 會不會下季 其實廢爹王說我掛牌不打 我想也未必會 當然不可以寫包單 但因為之前佛達辣 其實也簽了很多的合約 有很多的表演賽 相信他可能 就算不真的去比賽 有表演賽 我相信球迷應該都會… 心也會頂一頂 你有沒有預測打多少年 我覺得廢天鵝 他現在如果職業賽 我想兩年或譬如 今年沒得打 至少他心想要打多 明年一定要全力以赴 而且一般球手 如果他跟團隊談好了 好,我準備退休了 有一個叫退休年 退休年大部分的比賽都會去打 就算打了兩回合、三回合、輸 他會出現在所有的城市 還有所有贊助商的活動 他會做得多些 所以理論上 我想都有兩年吧 剛才提及過 就是費達拿和祖高域 當中說到祖高域 其實作為ATP球員工會主席的他 這個時候就不想太多 就是個人榮辱的 這個時候 就一定要化身成為一個網絡紅人 想想辦法怎樣去撐起這個網球坦 疫情令到球壇停擺 網球賽事最快至少都要7月才考慮重開 有這麼長的假期 又沒得出街 一個祖高域就決定開Live 和其他圈中好友聯誼一下 除了和從小到大的好朋友梅利 益術網球生涯的點點滴滴之外 在和另一位網球好友華連卡的直播 祖高域更透露 他和拿道以及輝特拿 將會和ATP合作成立一個基金會 捐錢幫助一班世界排名低於200位或以下的球手 一哥那麼親民又那麼好人 這次真是誤到你不給他一個Like 一可約